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Selisha 我是Selisha 在过去的周末 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个影片 然后这个影片 让我们产生了很多思考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我觉得蛮震撼的 因为既然有人敢这个样子去做 而且是在电视上 而且是在很明显的是一个左派的节目上面 敢这样去做 我觉得很了不起 对 然后我也觉得这个节目的构思 还有创意也的确是很天才 就生效出来要做这样的一个节目 好 所以不说太多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我们看到之后 产生了很多思考 然后非常震撼的这样一个影片 我们把它翻译成了中文 然后让你来看一看 你看看你看完这个影片有什么感觉 所以为了我们就 pair up 我不是在这里 对我没有在这里 我没有在这里 我没有在这里 没有在这里 没有在这里 我没有在这里 并不是在这里 我是在这里 我没有在这里 我好像在这里 我说这个好玩 就把哥哥们看着, 好,棉子让他们看着, 就做个专门, 好,棉子, 再来一次,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 然后我们看着他们, 你们可以认识你们, 谁是这些? 我尽力,我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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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尽力, 我尽力,我尽力, 我尽力,我尽力, 我觉得这个影片带给了我们很多的讯息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 他看我们在AI News的节目上面 还有在颜值公众的节目上面 就跟我们讲说 他也是这样觉得的 黑人脑子就是特别不好 美国会变成这个样子 都是因为黑人跟墨西哥人 他们就是怎样怎样 然后在谈话的过程当中 他就一直使用那个N word 那当下我听到是非常非常生气的 因为我觉得黑人也是人 黑人也是神造的 他们也是依照神的形象创造出来的 那黑人真的是有他们的固执 他们不妥协 他们对于信仰是非常执着的 他们对于他们信仰的付出 是非常绝对的 也就是说对我来讲 当我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们信仰的是什么东西 是非常重要的 就跟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一样 如果他们相信的不是耶稣 不是圣经 不是圣灵 他们就是会起来呛警察 就会起来拼了命 然后跟警察打架 那如果他们的信仰 是扭曲的福音的话 就会像L Sharpton 还有乔治亚洲那个参议员 Raphael Warnock 他们是会提倡受害者心态的 鼓励他们的同胞出来打砸墙 甚至杀人的 他们认为说这样一切都是合理的 可以的 等于说他们有这种不妥协的理念 在他们的文化当中 你看那个很多帮派的里面那个东西 还有那个搞笑影片 就是什么keep it real 那种东西 那keep it real 就是一个黑人的一个俗语吧 就像说绝对不接受欺负的那种感觉 反正就是说在他们文化里面 就是说我绝对不能受人欺负 那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在没有真理的方向当中 是会造成社会动荡合理化 但是今天这位老爷爷 当他不妥协 当他keep it real 是在真理当中的时候 而且占领他心中的不是受害者心态 不是种族主义的时候 他是为真理站立的时候 他的决心是比我们一般的人都强非常非常多的 那这一点是我在这个白人的老爷爷上面 还有这个亚洲人的老爷爷上面都看不出来的 所以说每个种族是不是有不同的特点 我觉得是有的 特别是在文化当中 那我们不能贬低黑人的文化 还有黑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吧 只是说当一个人他们的文化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他们如果说选择正确的东西 然后选择真理的话 他们的文化就变得非常非常强盛 但是如果说他们选择是错误的 不是真理的话 那他们就变得非常非常糟糕 对我来讲我看到的是这个样子 你觉得呢 对啊我觉得种族是每一个种族是有自己的特点了 这个是没有错 但是我觉得都很好啊 就是如果你的特点是好的特点的话 就是你不要利用神给你的一个非常棒的天性 拿他去做坏事 那不管是哪一个种族 做起坏事来都是非常可怕的 不管是白人也好 亚洲也好 黑人也好 只要做坏事 人都会变得很可怕 那你像黑人 他们有很多非常棒的特质 你就像他们音乐感就非常强 他们节奏感非常强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黑人祷告 他们好像没有经过特别的声音训练的话 他们的声音都从下面出来 OK 对就他们的声音本来就很好 然后人又都很热情 所以他们如果要爱主的话 他们是非常爱主的 而且他们祷告是可以 就像韩国人一样 他们祷告是非常非常火热的那种 而且我是觉得 像说各位如果还记得 那个田纳西州议会的议员 是他们说我的母神的那一个 那他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例子 他就是等于是滥用神的名 那这是非常非常非常糟糕 而且非常恶心的一件事情 我们在这个各式各样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黑人他们的文化 还有他们的这个坚持 在某层面上是跟当时的犹太人很像 你想想看圣经为什么会流传到现在 就是因为犹太人他们不断的抄写 同一个故事 同一个律法 一直不断的抄写 而且一直百分之一百的相信 在这个上面的时候 如果他们方向是正确的话 他们的固执是会帮助到这个世界 而且是会帮助到神的国度的 那这一点我们是在这些白人的老爷爷 还有这个亚洲人的老爷爷上面是没有看到的 就是他们很多人就是在只想在台上装好人 然后装着好像自己很包容 装着好像自己很良善 但其实只是为了得到世界的掌声而已 那我们或许可以说另外两个老先生 不是基督徒啊 但是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 就是你身边有几个基督徒 可以做到跟那个黑人的老先生一样 不要再出这个世界是怎么看的 那当一堆变性人 说自己没有爱 没有包容的时候 你身为一个基督徒 你会怎么样回应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 能不能持守真理的基督徒 跟不能持守真理的基督徒 跟不是基督徒的区别 或许那两个老先生 他们两个可能就真的不是基督徒啊 那你说他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 对他来讲这就没差别 你知道吗 他就大概没有这样一个概念 他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不给人家面子呢 你来都来了对不对 你就是忍耐一下嘛 尽管你不喜欢 你也不需要说出来嘛 那世界上很多都这样嘛 就我装一下嘛 我装甲一下嘛 对吧 哪怕我单位我跟你磕磕气 我背后我呸 我怎么骂你都行 世界人的这个大概想法都是这样子 那你也不用说世界人了 其实很多基督徒的想法都是这样 对吧 或许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 设身处级的想象 就比如说你那天 你就接到邀约 你要录影 对吧 结果你一去了 你就发现说 哎呦 今天怎么是录这个呀 怎么有三个男的 化着妆 戴个假发 蹬个高门鞋来了 又要摸我 还要跟我拢着跳舞呢 对吧 那你说如果作为基督徒来讲的话 有多少人会真的像这个老先生一样 可以说 我是基督徒 你不要碰我 就是我没有不喜欢你 他讲得很清楚 我没有不喜欢你 我也没有歧视你 但是我是man of god 就是我是一个基督徒 那我的信仰是不允许我去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你就咱俩之间就保持一些距离 你可以做你的 但是我不能跟你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他在里面讲的是非常清楚 那或许真的很多人 比如说像这些drag queen呢 当时可能会稍微受一点伤之类的 就会觉得说 这人怎么不包容啊 等等等等 但是基督徒是否要放弃 我们自己的底线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就是很多时候 到了这种环境下面 有多少基督徒会真的愿意公开 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呢 而且愿意跟这些世界里的人 没清楚的人 甚至他们的信仰 跟基督信仰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时候 你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 你是否愿意承认说 我就是基督徒 而且我就是跟耶稣在一起的 对不起 你们这些东西不是我的东西 我也不愿意接受 那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也是 大家一直在学习的 甚至有些人会去嘲笑的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是什么呢 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的这样一个故事 在马太福音26章里面 有写到说 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 有一个使女前来说 你苏莱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 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 说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既出去 到了门口 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 就对那里的人说 这个人也是同拿萨勒人耶稣一伙的 彼得又不承认 而且启示说 我不认得那个人 过了不多的时候 旁边站着的人前来 对彼得说 你真是他们一挡的 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 彼得就发咒启示的说 我不认得那个人 历时 鸡就叫了 彼得就想起耶稣所说的话 鸡叫已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他就出去痛苦 其实 当时的这个环境 一定是比这个老先生 上节目的那个环境是 情绪更加激烈了 或者是说 在当时的那样一个环境里面 是让人 没有办法 承认 其实我大概能够理解 或许他们 这个在圣经里面记载的 跟我们理解的 或许当时的情况会更加的激烈 或者是当时的气氛 会更加的凝固 等等等等 但是我们看到 当然了 神的预言也是对的了 但是彼得当时 就是说了 就是说 我不认识他 我跟他不是一起的 但是我们 是否在这种情况 就是哪怕 你也不是说受逼迫 或者等等 就是在这样一个 老先生上节目 这样一个情况下 你是否能够说出来说 我跟耶稣是一伙的 对不起 这样的价值观 不是我可以去做的事情 因为我是基督徒 那所以很多的时候呢 我相信 如果每一个基督徒啊 你把它放到 这样一个环境里面 其实并不是说 每一个人都会做出 像这个老先生一样的选择 就是他会大声的宣告说 我是基督徒 而且他在电视节目上面 他当着所有的这些摄影机 他当着所有 今天来工作的工作人员 以及这些 要跟他跳舞的这些人 他说对不起 我不能够参加 我要走了 因为我是基督徒 那每一个人 到了这个环境里面 不一定会做出 跟他一样的事情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 我们会给我们自己 找出很多的理由 跟很多的借口 就是其实 我们是会做一些 违反圣经原则的行为 但是我们会找到 很多很多的借口 就比如说 这个老先生去了 他可以不这样做啊 他可不可以说说 我现在就暂时忍耐 我就现在 哎呀 来都来了嘛 人家给钱我也拿了 合同也签完了 我就先把这个节目录完 那他当然也可以说 哎呀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那当然 一个是因为我爱神 对吧 第二个是 我想给这些人传福音呢 我不想让他们心里 受到伤害 等等等等 他其实可以找 一万种的借口 去掩盖自己 做了这种不符合 圣经原则的行为 他可以说 我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啊 我是为了要跟这些人 变成好朋友 所以我先打入敌军内部 啊 我先去摸着这个 变性人的后背 我先搂着他 跳一个舞 跳完了之后 完了 哎 我再说 这个 耶稣爱你 对 耶稣爱你 然后那个 你愿不愿意信主啊 等等等等 或许 人会给自己找 很多很多的进口 但是其实 我们要知道 就是我们在传福音 或者是在服侍人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根本就不需要 违反神的诫命 而且我们也不需要说 装作我们同意 神不允许的事情 或者也不需要说 为了这个表现所谓的爱 然后去接受 神根本就不喜悦的事情 我们也更不应该为自己 一系列的胆怯的行为 找很多漂亮的借口 那其实我觉得 这就是很多教会堕落 很多的地方 很多教会就是 为了要打出爱的旗号 他们挂上六色旗 打出爱的旗号 所以说我们接受同婚 这台湾的一系列的教会 都是这个样子 那个什么挺同物思成之豪 就是一天到晚 爱来爱去爱什么那个 完全没有任何一点原则 他就是破坏婚姻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还有 现在很多犹太教的人 他出来说支持堕胎 为什么 因为神是 给我们自由的神 然后他们不会让我们 回埃及当努力 那孩子就是把你捆绑的努力 然后什么什么 就是你会各式各样扭曲圣经的理由 来去合理化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导致你现在变得一点底线都没有 我就认识非常多的人 所谓的这个传道人 跟女的要堕胎 然后就在讲说 哦那堕胎 然后我不认同堕胎 但是我可以了解堕胎的这个东西 然后你这个什么东西 一个基督徒 然后你又是等于算是一个长老 还是传道 等于是一个leader型的一个人物 然后你在这边说这个样子的话 你没有办法跟他传达真理 然后你反而就是说 我了解 我知道 我知道 什么什么 你最后 你也没有跟他说堕胎是不行的 堕胎就是杀人 你知道吗 你就只是我了解 我了解 我了解而已 导致最后就是变成一堆教会 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信什么东西 大家都是 哦我了解 我多元 我包容 然后就变得乱七八糟 对 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 就是我们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其实神在圣经里面 跟我们设定的界限是非常清晰的 就是像你说的这种堕胎的东西 你作为一个教会里的人也好 或者你去关怀这个人 那你关怀的方式 当然是要帮助他 让这个生命能够得到拯救嘛 而不是说 我体恤你 所以你可以去堕胎 我相信你堕胎了 神也可以原谅你 当然不是用这种方式 所以我们要非常知道 就我们在服侍人的过程中 或者给人传军的时候 我们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就像这个老先生 他虽然不跟这些人跳舞 但是他可不可以 给这些人传军 他当然可以啊 因为他是真正在做基督徒 应该做的事情 我相信这些编刑人 他们回去也会想 就说 为什么在今天 这个人做出的这个选择 会让整个片场 陷入到一个尴尬的境地 一共找了六个演员 你是其中一个 你说你不拍了 剩下这些人怎么办 我们今天的计划怎么办 我们整个租着一个场地 我们所有演员怎么办 他做出这个决定 是让所有人都进入到非常尴尬的状态 如果他要是之前跟人签了合约 就说我今天可以来录这个节目 人家管他要违约金怎么办 这一系列全部都是问题 但是他的这种行为 或许可以让这些drive queen 想到 就是说 为什么他要这么坚持 没有必要嘛 世界上人就感觉说 哎呀 这也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 你妥协就妥协嘛 又能怎么样 或许会让他们考虑到说 为什么这个人会这么坚持 你想很多在这个电视界 媒体界的人 他们根本就是不相信主 而且在这些人里面 这个文化是非常混乱的 他为什么敢在电视面前 在这么多人面前 他不排了 他说我宣告 我就说耶稣就是神 对吧 我就是信上帝的人了 所以我不会要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你说这种是不是一个 让他们可以感觉到震撼的事情 让他们可以感觉到被川普音 就是什么力量可以去吸引这个人 让他可以做出这种事情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川普音的方式 而且这个老先生说了 说我没有瞧不起他们 我会为他们祷告 我会为他们的得救来祷告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督徒 非常好的一个榜样 就是在我们遇到这种不符合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去处理这些事情 然后我们应该做的一个角色 是什么样的角色 而且我必须说实在的 就是像华人的基督教所有节目 教会各方面也好 真的就是太跟世界妥协了 我们的底线在哪里 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让大家更认识耶稣 还是说我们给大家看就是 基督教就只是一个宗教 只是跟其他的东西差不多 基督徒到底跟一般的人有什么不一样 基督徒的坚持到底是什么 基督徒的底线在哪里 什么叫做跟随耶稣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现代的基督徒 极度极度缺乏的 当你遇到这个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当你遇到几个drag queen在你旁边说你要跳舞 你要跳舞 你不要这个样子 你不要这么固执之后好不好 你就就是一个节目嘛 赶紧录完 大家就都回家了 你钱一领就完事了 干什么就在这找麻烦 对 你这个时候你要坚持吗 还是你要妥协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去考虑的 对 而且我们很多时候就说 就像你刚才讲的 基督徒跟其他的宗教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在世界人没信主的人眼里 他们就说你们信教的就都做好事嘛 对吧 你们信教的就都是做善事 你如何让他们看到说 你在生活中你真是一个基督徒呀 你真的跟其他的那个宗教信仰的人就是不一样 而且你的神真的是活神的 你怎么能让别人从你的身上看出来这一点 那当然就是我们每一天面对的大事小事也好 对吧 虽然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老先生做这个事 或许对我们旁观的人来讲 觉得说这可能是一个小事 但是在他的人生里面 这绝对是他的一个大事 是否他这样的行为就是见证了神 是否这样就会让我们也得到了很多激励 让我们知道 不管是你在生活的各个方面 你去趟超市也好 你去什么停车也好等等 我们是不是能够在所有的 我们在做的事情上面都按照神的心意去做 而且都能够彰显神是真神 而且在我们的身上 而且在这里面我觉得非常非常让我佩服的一点 就是他在里面说 他说圣灵跟我说 说你不要这样去做 那是否顺服圣灵 当我们如果真的在那样的环境里面 你是否能够留意到圣灵在跟你说什么 或者是你就算留意到 你是否真的要顺服圣灵 很多时候我们选择是不要顺服圣灵 因为我们认为 在这种时候做出这个事是不恰当的 所以不会选择 圣灵的感动去顺服 很多时候我们用我们自己非常有限的认为 就是说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这么做就是对的 就是好的 圣灵提出这个要求太奇怪 而且会让我们陷入非常到尴尬的境地 所以我不想要顺服圣灵 决绝对对啊 神的旨意就是高过人的旨意 你想他顺服圣灵这样一个举动 让我们得到鼓励 让我们得到激励 或许当时的他进入到尴尬的境地 或许他把包一拿开 他离开圣友棚的人 所有人在背后指着骂他说 那个黑人怎么怎么样 那个人怎么怎么样 那个基督徒怎么怎么样 基督徒就最不包容 没有爱等等等等 很多人或许戳着他的脊胆骨 在骂他的时候 但是他顺服圣灵的这样一个选择 让我们看到 一个真正的顺服神的人 应该活出来什么样式 所以我觉得给基督徒来讲 应该都是一个非常激励的事情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讨论到一个问题 就是基督徒应该做一个 什么样的基督徒 在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 在这里说到说 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 便是荣耀我 那按正路而行的 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正路是啥 正路就是神的话 就是神的道 我们按照神的正路而行的话 神说我们一定会得着他的救恩 好 那就算撇开这个基督徒的身份 OK 就像我们当下 我们来讲一下当下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这个老爷爷 不接受跟变姓人 或者是变庄皇后跳舞 就代表着不开放 不开明 没有爱心 不接受多元 如果我们认定自己就是一个异性的话 被异性拒绝是一个多么正常的一件事情 男人追女人被拒绝 女人拒绝跟男人一起跳舞 女人拒绝跟男人出去约会 被拒绝应该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一件事情 非常正常的 非常值得被尊重的事情 如果我们今天在乎我们的自由意识的话 我们就应该要有权利去拒绝才对 但现在左派的方向就是 他们只要认定的事情绝对不能被拒绝 他们认定了你只要拒绝的话 你就是没有良心没有爱心没有包容性 不多元 这是一个非常病态的一个社会 在政府层面的话 就是会促成共产党跟纳粹党那样的大政府 如果在信仰层面的话 就会促成欧洲国教系统 还有宪法成立以前这个美国猎屋行动 现在美国掌权的左派必然成为一个大政府 因为他们就是要用政治的力量来压迫所有的人 逼所有的人就范 再怎么夸张 他们都一定要这么做 男人可以变女人 杀婴儿代表自由 同性恋可以结婚 夺取父母的抚养权 然后让小孩子可以随便的变性 这些全部都是在压迫人 所以今天就算你不是基督徒 你也不应该支持这个样子的事情发生 因为这一切只是他们的政治目的而已 为了就是要让人完全的顺服而已 像你有没有就是拒绝过男生过 有啊 多的吧 对不对 被拒绝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再正常不过了 或者是你去公司里面应聘 那并不是说你投了所有的简历 所有的公司就都会要你 或者是你大学也好 你去申请大学 并不是说你所有申请的地方 全都会给你offer 对吧 所以真的是被拒绝是非常 非常非常普通的事情 而且我们也要学着用一个 非常正确的心态 去面对失败 或者是面对被人拒绝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现在左派 他虽然说我们最开放 我们最包容 我们最多元 他们提倡的就是包容跟多元嘛 但他们不允许你用声音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奇怪 对不对 就是好了 我们就抛开宗教问题不谈 对吧 就是你们爱搞变性人就搞变性人 我不同意 你为什么要逼着我 必须要接受 而且你为什么逼着我 就必须让我把我的手 就放在一个穿着女装的男人的腰上面 而且让我搂着他跳舞 为什么逼着我这样做 我说我有我的坚持 我不喜欢男人 对不对 我正常 我不想这么做 为什么你就说我不包容 不多元 就是你有什么资格 逼着别人去接受他不喜欢的事情 这个就是很奇怪 这个就跟我们上个礼拜 讲到的那个东西一样 就是他们要攻击的 其实就是基督教 其实就是神 其实就是我们整个的信仰 因为只有基督教的神 是给你自由的 只有基督教的神是说 你想做什么事情 是你的自由 我 如果神把这个自由给了你 你可以选择相信神 然后你也可以选择不相信神 你不相信神的话 你就必须要付上这个样子的代价 那你相信的话 你就是可以进天堂 然后跟神永远在一起 这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 神只是把这个东西告诉你而已 但是我们就会被逼着说 就逼着被别人说什么 你们基督徒就是不包容 不多元 然后为什么你不相信你的神的话 我们就要下地狱 其实不是说 你不相信神的话就要下地狱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下地狱 如果没有耶稣的话 那神给了我们耶稣 让我们可以有这个机会 可以认识他 然后让我们可以有一个选择 不要下地狱 你不相信的话 然后你要去那边 搞这个样子的东西的话 那个就是你的最终结果 就是圣经里面最白话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东西 但是我们总会被扭曲成说 我们不接纳 然后我们要别人下地狱 然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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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必须说 我不讨厌任何的变性人 我不讨厌任何的同性恋 然后我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 有一个同性恋就跑过来问我说 就是所以你们基督徒讨厌同性恋 你觉得我会下地狱 我下地狱的话你怎么想 那我当然就回答就是说 我当然不想要你下地狱 我绝对如果是我可以决定的话 你当然绝对不会下地狱 但是决定在你啊 是你决定你要不要下地狱 你决定你要不要去继续犯监 你决定你要不要继续犯罪 你决定你要不要继续这个样子的生活 你决定你要不要吸毒 这一切都是你决定的 那左派现在就是要把这个决定全拿走 就是说全部的人一定要一起犯罪 一定要一起去接受这个样的事情 一定要一起去接受变性人的所有议程 如果你不接受的话 你就是个什么什么什么 你就是全民公敌 那这个全民公敌简单来说 就是现在变成基督徒三个字 例如像说现在很多的家庭 他们最想带小孩子的地方 因为我们从小耳濡目染的一个东西就是 迪士尼是一个非常非常充满爱的 世界然后充满就是the happiest place on earth 迪士尼每个小孩都想去的地方 不只是这个样子 他们还有很多大人这个东西 像说Star Wars也在里面 然后Marvel也在里面 然后各式各样东西 东西越来越多活动越来越多 然后各式各样的这个云霄飞车 还有什么 他们都放在这个里面 这是个合家欢乐的一个地方 但是你身为一个基督徒 你知道他们的议程 最近怎么样呢 就是迪士尼宣布 在六月的骄傲月的时候呢 他要举办一个有史以来 第一个LGBTQ的夜间庆祝活动 所以鼓励你啊 不管迪士尼乐园有多好玩 也不管他们曾经给你的童年 带来多少的欢乐 这样的企业 我们都不应该支持的 不管你是基督徒 还是不是基督徒 我觉得只要是有良知的人 我们都不应该去给这样的企业 送任何的一分钱 让他们有更多的财力 来伤害我们的小孩 因为你每在他们那里花一分钱 你都在帮他们做出这样的电影 你的每一分钱 都会让更多的小孩被洗脑 不管你是买了他们家的产品 对吧 比如说那个迪士尼里面 有卖很多那个衣服也好啊 然后有卖那个 那个蝴蝶结的那个发饰也好啊 或者他们有很多杯子呀 盘子很多东西做的都很漂亮 对吧 或者你就买一个票 全家一起去 你要是全家一起去 你就相当于给他送了 将近一千来块钱 对吧 你如果要是在他那个宾馆里面 那你再住几晚上 你就送的钱送的更多 对不对 所以这种事我们就不要做了 在六月份交往月开始的时候 你知道美国就基本上西方世界 也不要西方世界了 那台湾也会开始了 对吧 这个很多LGBTQ的东西又会出来 那很多这个时候的企业 你去看谁支持这些东西 你就不要再去购买他们的东西了 你也不要再去帮助他们了 或者是你家里的电视 对吧 你有买Disney Plus 就是看他们的电视的话 不要再交钱了 不要再续费了 就停止 这个月就是你看的最后一个月 我们世界上 神在这个大自然里面 设置很多的东西 可以让我们玩 很多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去 你根本就不需要 一口气花那么多钱 带着小孩去这样的地方玩 因为你给了他们的钱 他们拿了你的钱 再去害你的小孩 Why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真的鼓励大家 千万不要再去迪士尼了 在六月份的时候 他们会出现一系列的异程 而且现在就已经公布了 那为什么你还要选择 带着你的小孩去那样的地方玩呢 反正就是我们今天想讲的东西就是 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基督徒的坚持 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有底线 最公平的民主 其实就是你的钱 你花出去的每一块钱 其实都是你的选票 你想要用什么样的服务 你就是把你的票投在 给那个企业的概念 如果各位可以的话 把你付给Disney Plus的那个钱 给我们 给一个真正爱你 真正爱这个世界 真正爱孩子 真正想要改变 而且创造好的价值观 对这个公司 在你的家庭当中 不要给那些讨厌你 憎恨你 想要变性你的孩子 然后把所有东西 全部变成同性店 然后家里摆满那个骄傲期 然后他会把你的孩子弄起来 变成红位一兵羊 压迫你的公司 所以说 你的钱 这个是民主 这个就是民主 你可以用民主 来改变这个时代 就是你怎么样去花你的钱 所以说 请各位来支持我们一下 这个地方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对我们今天节目 像这个黑人老爷爷 他在众人面前 他愿意承认耶稣是主 而且他愿意说 我基督徒 有我自己的坚持 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呢 还有这个迪士尼已经说了 六月份 他们这个LGBTQ 他就会推出这种夜场的活动 欢迎这个家长 带着小朋友 一起去参加他们庆祝 同性恋 还有变性人的议程 你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或者是 你要不要 去跟你身边的家长 还有朋友说 不要再去迪士尼了 有任何的想法 都欢迎你在下面 给我们留言 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 好的 非常感谢你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特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